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来想结合一下当前的政治经济形势来谈一谈 当前中国的富豪所面临的危险状况 同时也来谈一谈是有什么样的避险方法 我年轻的时候在北大混了七年 后来因为从事民运活动被开除了 虽然没拿到文凭 但是在那七年当中倒是认识了不少的同学老师 其中有一些人跟我关系相当不错 其中有一位学长现在是在某省的检察院当个大官 他有一次到美国来旅行 我就去跟他见了一遍 大家很多年没见 相谈甚欢 他也跟我讲了一些 私下的讲了一些他们检察院的那些贪赃枉法的烂事 其中一个他讲到 说是习近平自从他展开这个反腐运动之后 检察院就肥了 他们是怎么样肥的呢 就是他们想要钱的时候 就跟当地的那些大富豪 跟他们打个电话 说某某人检举你们 你们可能要到检察院去谈一谈了 那一些富豪一听 吓得不得了 这样就很快的就去找那些检察院的领导 商量解决的办法 当然了他们是不能够空着手 一次呢少的几十万多的几百万 那为什么那些企业家会这么怕呢 因为在中共的这个腐败的这个体系当中啊 他已经把所有的把所有的这个企业家呀 都在他们的脖子上面就系了一根绳子 现在没有一个成功的商人 他们呢没有做过违法犯罪的行为 大家想一想 他们如果不行贿 他的企业能够正常的经营吗 他们如果不偷税漏税 他们能赚得着钱吗 所以这个体系那他已经烂掉了任何人 在这个制度当中 你只有违法犯罪你才能够活得下来 企业经营者只有违法犯罪 你才能够生存发展 所以严格的说 在中国这个没有一个成功的商人企业家 他们是这个百分之百安全的 他们的命运不是由他们自己决定的 尤其是现在他们非常不安全 因为啊 现在穷人身上已经没有多少油水可以炸了 在过去40多年呢 这个中国经济发展 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口红利 也就是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中国中共啊 他是靠出卖国人的廉价劳动力 来赚取外汇的来发财的 那这些穷人在付出了40年的辛勤劳动之后 大家还是一贫如洗啊 没有医疗这个保障 没有养老的保障 子女的教育也没有保障 那他们身上啊 现在已经炸不出油来了 那么中产阶级呢 中产阶级已经经过了 一遍又一遍的割韭菜 在股市上面啊 他们被割了一遍又一遍 在金融市场上面 他们已经把他们给套住了 每个人都成了房奴 那么到了今天 中产阶级身上啊 已经没有多少油水可以炸了 现在就轮到了富豪阶层 那从权贵集团的这个角度来看 现在富豪阶层呢 就像那个已经养肥的猪 到了该宰杀的时候了 因此我们可以说 现在的这个中国的富豪 不要看他们现在多么风光 那他们实际上是中国最危险的 这样一批人 那我这里说的这个富豪啊 是指各个级别的富豪啊 有这个几千万到上亿身家的 每个县都有那么几个 几十个这样的人 这是县一级的富豪 有几亿到这个十几亿的这样的富豪啊 每个地区啊都有几个到几十个 这可以说是地区一级的富豪 还有几十亿到几百亿的 这是省一级的富豪 还有几百亿乃至上千亿 几千亿的 这是全国一级的国家级的富豪 当然了中国最富的那一批 我们是看不见的 就是那些红二代权贵家族 他们到底有多少财产呢 现在谁都说不清楚啊 这是一个巨大的黑洞 那些人就不说了 我们只说 现在只说啊 中国的这些民营企业家 那这些富豪 无论是你是哪个级别的 无论你有多少钱 大家有个共同特点 就是大家都在巨大的危险当中 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 刚才我说到那位学长 他说讲的 那是一个富豪们 这个中国富豪所面临的 这个危险的极小的一部分 就是啊各个层级的这个贪官污吏 他们都把富豪当成是肥羊 但是呢有一些富豪 他们还是有一定能力的 你比如说这个比较大的富豪 他在这个现役级里面呢 他就没有这种风险 那他都有避风险的能力 那么这些国家级的富豪呢 面对这些小贪官污吏的时候 他们就相对的安全 因为他们有巨大的民生 巨大的财富 有一定程度的抵抗 贪官污吏进攻的这种能力 大部分的那个中小富豪 地级的县级的这个富豪啊 他们是没有这个能力的 那比如说这个湖南 几年以前呢 有一个叫做曾成杰的富豪 就曾被当地的这个官僚集团 陷害自己被关在牢里面 后来秘密处死 几十亿的资产 无影无踪 还有一个这个东北的 有个富豪叫做袁宝景 他的三兄弟一起 因为一个未遂杀人案 说是他们指使的 全部被判处死刑 上百亿的资产也就被瓜分了 还有大家都知道的 这个薄熙来亚王立军 在重庆搞的这个打黑 几十个民营企业家 被当做黑社会的势力 被关到监狱里面受尽酷刑折磨 他们加起来有上千亿资产 后来都被侵吞了 那但是这些风险 那不算是最大的风险 真正的大风险还在后面 那就是在现在的这个政治局势当中 由中共的这个政治走向那所带来的这个风险 是对整个富豪阶层形成的这个制度层面所造成的风险 是有灭顶之灾的风险 现在我就给大家来讲一讲其中的原委 现在中国经济走向崩溃 那已经是没话说的了 已经成了定局了 无可挽救 大家看看现在的股市 现在已经成什么样子了 再看看现在的金融市场 现在已经烂到什么程度了 再看一看 那作为中国经济龙头的 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 有多少企业 现在已经倒闭了 加上现在的这个贸易战 让中国本来已经不行的这个经济 现在是雪上加霜 现在经济危机实际上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 很快就要走向崩溃 在美国加息和美国对2000亿 那个中国出口美国产品增加关税之后 大量的外国投资一定会非常迅速的撤离中国 到那个时候中国经济的信心就会彻底 现在经济就是信心经济 是靠信心来支撑的 信心崩溃之后 什么都崩溃了 所以今年年底 最次不会超过明年二三月份 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经济大崩溃的迹象 中共过去几十年 他们那个执政的合法性 完全是依赖于经济发展的 那当经济崩溃之后 他们怎么能够平息控制老百姓的愤怒情绪呢 怎么能够在经济大崩溃的背景下面维持政权呢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实行朝鲜式的这个专制 要把中国拉回文革时代 只有对人民实行绝对的控制 进行思想上的政治上的行为上的经济上的控制 让他们没有丝毫的反抗的空间 只有在那样的体制下 这个政权才能够保得住 老百姓饿肚子都不造反 只有在实行极权专制的国家 实行极端的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的这些国家 只有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和现在的朝鲜才能够做得到 所以大家看一看 现在习近平政权呢 种种作为 是不是正在把中国要拉回文革 要把中国变成朝鲜 他已经通过反腐在党内搞了一次赎反 表面上他已经掌握了最高的独裁权力 现在就要对民间开始下手 那就是他要把过去40年以来 民营企业家发展出来的那个经济权力 经济力量他要把它收回去 只要民营企业家这个阶层还存在 政权还没有完全控制人民的经济生活 那么人民就有造反的空间了 专制就面临着危险了 所以当年的中共上台初期的时候 他要把这个富裕阶层要消灭掉 其中是有原因的 一方面呢 他是要用土改把这个地主富龙全部给消灭掉 然后呢 要通过三反五反和公私合营 来把这个城市资本家阶层给消灭掉 把这个老百姓里面最富裕最有话语权 最有组织能力的这样的一批人 给消灭掉 消灭掉之后啊 老百姓就全部来听政权的了 政权就可以完全控制老百姓了 那么现在最有话语权的 在民间呢 就是这些民营企业家 所以呢 现在不搞土改 但是公私合营三反五反 还是要搞的 现在呢 要消灭民营企业家 这个是今后一段时间 中共执政的主贤律 这个运动啊实际上已经开始了 就是所谓的 扫黑除恶运动和反腐运动 这两者相结合 那反腐呢就是三反五反 扫黑除恶呢就是公私合营 所以啊 现在大家应当已经看得出一些迹象了 最近大家都在关注啊 刘强东信心的这个案件 都觉得这件事啊疑点非常多 刘强东这个人呢 是嗅觉非常灵敏 他当然知道中共啊 在打他的主意 所以他很早之前呢就表示 他说他希望实现共产主义 他也穿着红军的军服 跑到这个延安去朝圣 做了一次秀 表示他是支持这个习近平当局啊 回到文革的这个政策的 但是呢这个人呢内心里面 实际上是非常这样的 他是不愿意把自己的公私啊 拱手相让给中共 是不愿意搞公私合营的 他曾经在一个电视节目里面 公开表示说啊 如果他不能够控制这个公司的话 他就宁愿把它卖掉 颇有一点呢这个临折不弯的这种口吻 所以习近平政权为了逼迫他就范 一定会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 如果他这一次不在美国坐牢的话 今后也一定会在中国坐牢 一定会在把他名声彻底搞错之后 再加上这个一个严重的罪名 把他关起来 马云这个人呢他比刘强东啊 这个还要灵活 他刚开始的这个采取策略 跟刘强东也差不多啊 就是穿着一个这个军大衣去唱革命样板戏 自取威虎山 而且呢又表示支持六四大屠杀 但是呢他还是感受到当局的压力了 所以他在有一个视频当中啊 他跟这个王健林啊 说啊他说最近哪吃了点有毒的东西 差点送命了 太危险了 当然他是能够预意识到 他所面临的这个巨大危险 那当他看见这个刘强东 最近的遭遇之后 他马上就做出了一个反应 昨天还是前天他就宣布 他说我要退休了啊 一年之后一年之后的今天就退休 他这个招数啊比刘强东那么硬扛 肯定要好一些 但是啊 在中共看来这是不是缓兵之计呢 那习近平会不会中这个计呢 我认为是不会的 他们一定会对马云下手 对这些啊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啊 这些大佬影响中国经济的这些这个民间的商人 那一定会下手 不仅仅如此 他们对那些有社会影响力的啊 娱乐界的这些大佬啊 他们也要下手 比如说啊这个最近这个冯小刚啊 范冰冰这些人也遇到了重大的麻烦 习近平这个是在啊 杀鸡儆猴 让这些人呢都夹起尾巴做人 别以为你们有点名气 就敢跟我唱这台戏 那你们要紧跟政府唱战歌 否则的话 我们就要追究你们逃税漏税的责任 就要把你们私生活上面的那点烂事 臭事完全翻出来 让你们失去金钱 失去民生最后啊 还要失去自由 非常非常可怕的招数 那名人是如此了 那些没有民生的 闷声发大财的各个级别的富豪 那就更不用说了 他们的风险就更大了 抓他们呢 社会上甚至不会 那引起一点点反响 你不要看 大家平时啊 在地面上面呢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 呼风唤雨 但是呢 在这个大形势面前呢 你们实际上就是案板上的肉 任人宰割了 就像当年毛泽东要消灭这个资本家阶级一样 习近平现在要拿你们开刀 在这个巨大的危险面前 如果你们意识不到这个危险 那就是更加更加的危险了 可以说是在劫难逃 有人可能会问呢 说我们意识到这个风险了 那怎么样才能够避开这个风险 现在啊 咱们大家就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谈到危险的时候啊 这个所有的人反应呢 第一反应都是一样的 就是跑啊 36G走为上级 中国这个最聪明的那一部分富豪 他们实际上啊 已经早就逃跑了 有个杂志上就说了嘛 现在中国的这个百分之五十的 超级富豪已经移民了 还有百分之四十几正在移民 问题是问题是啊 现在还没有移走的 现在就有点困难了 因为西方国家啊 包括美国加拿大在内 对中国的这个企业移民 投资移民啊 也就是说富豪的移民的这个方式 他们已经呢收窄了 即使是技术移民 现在排队也是排得非常长 没有个十年八年呢 恐怕也是移不了的 那还有一大批的这个 中小富豪 他还没有移民 那大家怎么办呢 我告诉大家 一个非常有用的办法 一个快速的移民的办法 那就是啊 申请政治庇护 几乎所有的西方民主国家 他们都有啊 人道主义精神 都是支持民主人权的国家 所以他们不愿意吸收那些富豪移民 但是愿意接收啊 受到迫害的异议人士啊 这个反对专制的这个宗教人士 是民运人士 大家不要误会啊 我绝对不是要你们去搞假政治庇护 在西方法律制度下 你如果是搞假的 那是有非常大的风险的 是会被遣送回国的 偷鸡不成 反思一把米 这种事情一定不能做 那我向大家建议的是啊 这个时候你们是真正的 应当参与到中国民主运动当中 那怎么样参与呢 现在中国啊 各个地方都关押着一批政治犯 那有一些呢 是因为从事反共活动 而被关到监牢里面的 有一些是因为进行维权行动 组织了大规模维权行动 被关起来的 那还有一些呢 是因为宗教信仰啊 有些是因为这个 民族问题啊 被关起来的 那西藏人 新疆人 这些人很多 你们只要翻墙 来到这个外国网站上面啊 通过谷歌 你就可以搜寻到这些政治犯的资料 那收集到这些资料之后啊 就跟那些政治犯的家属 那么找到这些人之后 你们就可以直接的 直接跟他们呢 进行联络 直接的给他们帮助 给他们现金 每一个还在坐牢的政治犯的家庭 你给他个几万 十几万 根据他们家庭的这个需求 根据他们家庭的现实状况来给 那不需要经过任何的中间环节 直接从你们手上 把钱交给那些政治犯的家属 当你们交钱的时候啊 就可以留下收据 那还可以一起拍个照 这样就是你们参与民主运动的铁证 参与多了 当然就会有风险 就可以去西方国家 申请政治庇护 只要用这种方式参与了民主运动 当你们来到西方国家的时候 一定会找到 当地的一些这个人权组织 一些民运团体来协助你们 请记住了啊 这种协助一定是免费无偿的 无偿的协助你们 是因为你们参与了 帮助了民主运动 是因为你们照顾了那些 最需要照顾的民主同道和他们的家庭 那现在说的是啊 那些没有继续经营企业的人 有一些企业家呢 他们还有这个比较大的企业正在经营 那么刚才所说的这种方式啊 对他们来讲风险就太大了 所以我建议你们呢 那就要另外想办法 建议你们呢 要曲线救国 先出国来 然后再从国外 对国内的这个民主运动提供支持 这样呢 就可以极大的减少 你们在国内所面临的这个风险 至少是可以做到风险可控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 财富是可以让这个所有者享受生活的 富人是不用担心自己的财产突然被剥夺了 自己的人生自由突然失去了 但是在一个政局混乱的国家 财富带给人的往往是灾难 重庆的那些民运企业家 在薄熙来王立军的那个时期 所受的那些灾难 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重庆博士现在正在全国推广 习近平正在走 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道路 所以重庆民营企业家 所经历的那些苦难 未来在不远的将来 其他地区的民营企业家都会经受 所以现在大多数人呢 你们是可以用脚投票的 那但是呢 这种现象一定要改变 一定要有一批人呢 去改变他们 我希望中国有一批啊 具有智慧又勇敢 最接触的这样的一批 企业家来改变这个 黑暗的社会 很多专制政权的倒台 很多民主国家的建立 都是以这样的一批 有责任有担当的富人 为领导而建立的 以美国为例 建立美国的那批国父当中啊 有很多人就是富人 第一任总统 华盛顿是大地主 独立宣言的这个起草人杰弗逊 他也是一个大地主 第一个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 一个叫汉考克的 是个大商人 出了很多钱来支持美国革命 现在呢 这个美国总统 川普也是个大商人 半路出家竞选总统 他也能够成功 他现在正在改变这个美国的政治局面 那我相信呢 中国一定也有一批企业家 愿意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 不仅仅是贡献出自己的金钱 更要贡献出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智慧 不仅仅是要对受难者 进行人道救助 更要担当起组织反对派 领导反对派的这个角色 担当起未来民主阵营领导者的角色 担当起民主中国创建者的角色 现在全国各地啊 已经有很多老百姓觉醒了 有很多这个具备民主宪政理念的 这种民主人士 民主同道 有理想有担当的企业家 那大家就应当 承担起这个组织者领导者的角色 把自己的资源自己的智慧拿出来 让这些人形成团队 让这些团队成为未来啊 全民反抗运动的火种 成为未来民主阵营的骨干 现在的中共啊 虽然很庞大 但是他们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 只要中国有一部分有时之势联合起来 只要中国一部分企业家和民运维权运动的这个骨干的结合起来 就一定会掀起一场绅士厚大的革命 就一定可以结束这个一党专政 可以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 在结束演讲之前啊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我们的全民共振平台 我们这个平台啊 是由国内民运和维权同道发起的一个行动项目 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协调各种反抗现成秩序 冲击现成秩序的维权行动 让他们呢在同一个时间段内发生 让他们之间的产生共振效应 用这种方法冲垮现成的秩序启动民主转型 我们现在啊正在推动一些群体啊 在10月1号到7号之间呢 这个之间上街维权 希望各个阶层的朋友 包括企业家阶层的朋友 一起来推动这件事情 有些企业家如果你们想探讨民主转型的这个操作问题 战略战术问题 我们团队啊出版过一本书叫做《变局册》 非常系统的阐述了通过街头革命 改变中国的这个原理方法和步骤 希望大家参考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再见